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爱上回家 来看我们刚才看了那个真实个案 里面那个爸爸用衣架去打小朋友 其实是不是已经是这个虐打的罪了 其实在今时今日 真的很可能犯了所谓侵害人身罪条例 和社会会希望保护这个新闻仔 就算我们出于一个很关心或者很着紧 但是我们用物件甚至是用手 毒打了我们的新闻仔 而引致他身心灵受创 我相信社会人士都很关心 甚至是可以被认为是若疑的 那就是会乘坐牢 就是会有这些了 严重的话是有可能犯我刚才说 侵害人身罪条例而有一定的后果 而那个后果当然就视乎那个行为有多严重而定 那譬如刚才那个案件 其实当时那个妈妈可以怎样去化解那个问题 即是立刻带小朋友走 还是他可以向先生做什么呢 其实当时那个做法 都可以因应不同性格的人 还有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或者家人的了解 而定的 有一些就会拿一条濕手巾给先生 抹一下面 冷静一下 我们再慢慢谈谈 甚至也有些人就拍一下自己的配偶 就带走个审养仔 就是说我们坐下先谈谈一下 有东西在我们冷静的情况下才教 这样更有效等等的做法 那譬如可能事后 那譬如那个配偶可以怎样跟另一半去说个问题 就是你这样会对小朋友构成很大的问题 心理阴影的异点 可以用什么的方法去说呢 事后呢也都可以跟自己的配偶 最重要就是冷静下来 去再重温一下当时的事件 令到配偶看到原来我是一番好意 我希望改变他某些行为 或者令到亲子的关系更好 但是适得其反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控制到自己的情绪 不会失控 而又能够将自己的关心 想改变审养仔的行为 说得明白 去跟自己的配偶谈谈 那如果配偶能够看到自己 或者也都承认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因为出于关心 不想伤害到自己的审养仔 那这个家庭呢 我相信就会有第二个方式 看法以外还有方法 其实呢 之前呢 可以做些什么 譬如很多时候 譬如如刚才女生说 父母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紧张自己的小朋友 才会这样 没错 譬如那一下 已经知道自己的情绪来了 很生气了 可以用什么方法去控制自己 或者另一半可以做些什么去帮他 其实就是预防性与治疗 如果我们自己呢 是有一个醒觉性 将那个警觉提高 就知道自己的控制有多少 如果曾经失控的 去了解一下 永远我怎样失控 下一次在什么情境里面 我自己要提高警觉 不要拿椅子 不要拿拖鞋 或者不要拿家庭 有时候有些父母亲 失控看到什么就拿什么 所以多点提醒自己 我要平静 我不可以伤害我的审人仔 或者说 我要好好教 我教 不要伤害到这个亲戚班 自己在内心提醒自己 而配偶 重复作一个配合 可以做些什么呢 配偶 刚才提到的 就会看回不同的性格 可能知道自己的配偶 很累 刚刚下班 就不要说那么多 不要太多的投诉 或者说 审人仔功课又不好 成绩又怎样 我又很疲倦 使得自己回来的配偶 能够有少少宁静的时间 这个是很重要的 甚至在他最容易发脾气 最容易失控之前的时刻 你去体谅他 你去给水给他 你去带走很吵的弟弟 去另外一个环境里面 如果有可能 令到对他来说 可以很快地恢复自己的疲劳心境 那其实说回弱打 除了身体上伤害到一个小朋友 譬如精神上 对这个小朋友的心理发展 有什么影响呢 看佛 或者说 若然 除了身体上对审人仔造成的伤害 当然是非常重要 因为有些是可以致命的 审人仔是会被打死 甚至看佛的情况下而死 好像皮夹的那个小朋友 我们就知道了 因为要罚他 所以运了他进行行李箱 但是因为没有了空气 以至审人仔窒息而死亡 这个是没有人想发生 家长想都没有想过 所以作为我们普通的家长市民 千万不要说这些事情 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有时一刹那 就会弄伤我们的审人仔 我们后悔忘及 那有什么方法呢 可以是除了打之外 短时间之内 可以教到一个小朋友呢 一方面呢 其实我想家长呢 一定要帮助自己了解 不要焦虑 因为在儿童成长里面 他要学的东西是很多 而且我们要令到他 承担的后果 了解自己的行为 背后的原因 我们是要解而是人 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耐性 去慢慢的教导 有时是未必有一招了的 马上教导那个审人仔 就成为一个精英 或者是极之听话 这样呢 反而有时是失去审人仔自己 那个自然的性格 和流露 所以有时家长呢 是欲速不达 千万不要太过心急 我觉得雷太说得很对 其实我们 当然家长去弱打小朋友 他们的原因 一定是爱惜自己的小朋友 但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可以 退后一点 小朋友不一定要跟着自己 最想 或者他们自己认为 觉得那条路是最好的 可以宏观一点 可以真是 心平气和一点 耐性一点 去看看小朋友 他自己本身的专长是什么 他最可以发挥的是什么 让他们走他自己 可以走的路 其实 也可以看到小朋友 可能原来不是自己所想的 可能是更加聪明 更加多的地方 可以欣赏到你的小朋友 今天很感谢雷太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下集 爱上回家再见 cm Savior 3 5 4 4 3 5 9